哈喽大家好 在前面有一个视频中呢 我给大家讲了一款LenX上面一键的去安装一些软件 比如说MySQL NGX APA7还有其他的软件 那种方式呢已经极大程度的帮我们提高了效率 如果你觉得那种方式还是比较麻烦的话 那我只能说兄弟你还有救 今天呢咱们来介绍一款面板 它呢是一个宝塔面板 当然面板呢也不止宝塔一家 还有一家叫AMH 我之前呢也使用过 就目前的这个面板发展而言呢 在国内最好的几乎也就是宝塔了 可能会有人写了一些比他更牛逼的 但是我们不知道 我们用脚本的方式实际上呢在中端做一些操作 那使用面板的话呢 就可以在一个网页中操作我们服务器的一些东西 那就像你看到的这幅图一样 我们今天要演示的是在一个VPS上呢 去搭建一个LNMP的环境 并且呢装一个wordpress做一个快速建站 所以呢我们废话少说直接就开始上手吧 那么宝塔面板的域名呢是3w.bt.cn 你进去之后呢我们点击立即安装 这个呢就是它的一个安装文档 它这里面提示了我们的python版本呢是2.6或者2.7 安装宝塔的时候它会自动安装 这个我们不关心 内存呢它希望是120兆以上 推荐呢是512以上 原因是这样的 它的面板呢占系统只有10兆 几乎不占什么内存 但是呢我们要装一些程序 我们要装MySQL 对啊我们要装一些php 那么他们呢会占一些内存 所以呢推荐我们是一个512以上的 那我当前演示的这个VPS呢 它是一个一核一技这样的一个配置 那这个面板支持的操作系统呢 是SentoOS6和7以及ubuntu 还有其他的操作系统 我当前演示的呢是SentoOS 当然你用其他的系统也是可以的 步骤大概都是类似的 那首先我们来登录到服务器中 登录上去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SentoOS安装的命令呢 把这一行拿过来 因为我当前是一个root用户 所以呢我们直接使用 YAM去安装就可以了 回车 他现在问我是不是要安装一个宝塔面板 他会将宝塔这个面板呢 装在斜杠3w这个目录下 我们输入yes 像这种工具呢他非常的强大 他可以帮我们一键的去配置服务器的环境 包括LNMP同时呢也可以去创建 管理我们的网站FTP和数据库 当然呢也可以去做一些定期的备份呀 数据导入伪境态 反向代理等等的 包括服务器中安装的软件呢都是可以进行 切换升级的当然功能呢实在是太多了 我们今天呢也不会演示特别多 我们主要使用一下他的建站功能 那现在呢已经安装成功了 我大概呢也就花了几分钟的样子 他会提示我宝塔面板的地址呢是这个 我们访问这个地址呢就可以看到宝塔的一个后台 他的登录名和密码呢已经给出来了 同时呢他下面提示我们如果我们不能访问这个面板的话呢 尝试去开放这几个端口 我们来访问一下 账号呢是这个 密码是这个 这个账号和密码呢我们需要将它记录下来 当我们第一次进到这个面板之后呢 他会推荐我们去安装一些软件 那我们要搭建一个网站 所以我们要将LNMP这个环境呢给他勾选上 而右边这个呢我们就不需要了 那点击一键安装 现在呢已经正在安装了 我们稍等片刻 那么现在呢我们的宝塔面板已经安装完毕了 我大概呢等了20分钟左右 所以呢我们将它关掉 LNMP安装完成之后呢 我们需要搭建博客WordPress 所以呢我们在软件里面点击宝塔一键部署原码 他呢会将很流行的这些原码都给我们列出来 那我们点击博客 在这里呢有WordPress 点击一键部署 那如果你没有域名的话呢 你就访问服务器的80端口就可以了 这里呢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域名 我们使用wp.2333.blog 那我用这个域名去做我们本次的一个演示 备注呢我就使用默认的 然后这里面有一个根目录 我就不修改它了 数据库呢我也使用默认的 那这呢是一个数据库的密码 我们需要将它记录下来 原码和php的版本呢 他已经帮我们做了一个选择 那我直接点击提交 他呢先会下载WordPress的原码 然后呢帮我们去做一个安装 现在呢已经安装成功了 他提示我可以访问这个域名了 但我们需要将我们的域名的DNS呢指向这个服器 所以呢我这边要操作一下 我们在这里面呢加一条A记录 name呢我输一个wp 对吧我们是一个二级域名 IP地址呢我填这个将多余的给它删掉 然后呢我们点击添加一条A记录 这个时候呢已经添加成功了 我们回过来可以访问这个站点 现在呢我们就可以安装WordPress了 点击现在就开始 那数据库名呢我们来粘贴一下是这个 数据库的用户名呢其实是一样的 然后密码呢是这个 这个主机呢我们就不做修改了 因为在同一台服务器上表前坠呢 我们也使用默认的 然后呢点击提交 现在呢他提示我已经连接到我们的数据库 如果我准备好的话呢就进行安装 那我们在这里面呢只需要前写一下站点的一个信息 比如说王爵 技术小黑屋 用户名呢我们比如说叫admin 那这个密码呢建议你使用它生成的一个比较强的密码 或者自己编写一个比较复杂的密码 由于我是演示站点 所以呢我将它设置简单一点 123456确认使用一个弱密码 这个电子邮件必须写的 那我就写我自己的电子邮件 我们不让搜索引擎去搜这个站点 现在呢已经安装成功了 那我们可以删掉这一串 访问一下 访问之后呢 wordpress的站点已经搭建好了 那如果你也喜欢在面板里面做一个操作的话呢 也可以去搭建一个属于你自己的站点 如果在搭建的过程中遇到什么问题呢 你可以在视频的下方给我留言 当然如果大家对宝塔这个面板非常感兴趣的话呢 我以后也可以录制一些其他的视频 然后呢我们来讲解一下别的功能 这个视频呢就介绍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呢 记得给视频点个赞 然后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